为了让原住民重点学校教师具备当地原住民族文化的认知 原民会教育部规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课程 分为线上跟实体 包括原住民族教育议题研议 文化回应式教学演示 部落文化踏查与部落文化课程实作等课程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更会跟我们的学生会更贴切 然后又因为多元文化这样子一个观念 所以他会其实老师的态度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政策 老师具备这样的一种很好的一种素养的时候 其实是有就像是父母亲在讲话 或是说他自己在这个部落当中的时候 他有精灵的那种感受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课程的一种设计 那有具备这样的专业素养的一些老师 实际上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先上课程也跟原住民族电视台跨领域合作 以节目规格方式制作 增加吸引力及丰富度 而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课程 为期三年将休息36小时课程 而代理代课教师则需休息8小时课程 一开始我们先针对的是原住民族重点学校 八千八百位的老师分三年 我们希望全面的让他具备这样的一个智能 那当然三年后如果成校推广的效果好的话 我们甚至未来我们也希望说所有的老师 都能够接受相关的课程 针对他自己所任教学校部落的原住民族文化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那透过这样文化的认识 能够把这个文化融合到他所教的学习的领域之中 那另外更重要的是 老师们还有一个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 尊重彼此文化的差异 让孩子们的学习的真心能够提升 台中教育大学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中心主任 陈盛贤表示 过去数十年来 老师若被分到原乡重点学校教学 通常只是修一般教育学分而已 并没有特别针对原住民文化提供专业课程 因为没有原民文化认知 无法回应部落孩子们学习需求 有时候甚至出现文化霸凌 今年九月起入学的原住民师资 也会要求修买十个学分的原住民相关课程 希望多管道 明补原住民师资对于部落文化的认识 这怎么转大陆台北市采访不到